很高興和大家一起,我們今天會講到怎樣講道 講到神屬性講道法 這個神屬性講道法是有原因的,為什麼我用這個神屬性講道法呢? 因為呢,很多時候基督徒會覺得我有責任要做什麼 有些基督徒是懂得如何得力的,他們懂得如何重慎得力 他們會繼續有力量,但有些基督徒就覺得 想耶穌的責任更多,越做越多,就變成很重的壓力 神屬性講道法或者查經法有什麼特色呢? 這個特色就是幫助人看到神多麼美善 屬性就是祂的本質,祂的本質非常美善 然後祂的恩典就是祂給我們很多的禮物,很多的幫助 很多的祝福 這就是恩典了 當我們知道神給我們很多好東西的時候 整個生命,好東西的意思不一定代表是 就是錢財 成功啊,世上的成功啊那些的 而是說到整個生命被神發揮和使用 在這樣的過程中,生命是會好的 但是最主要是生命的發揮 神會提升我們的生命,祝福我們的生命 這樣的時候呢,我們侍奉神就知道呢 幫我們全心愛神呢,神就會大大祝福我的生命 我就越來越有這個豐盛的生命了 人就會開心了,就會平安了 我記得我自己以前有時都覺得侍奉神有一種壓力 尤其是有些人要求很多 也有若干的基徒跟我說 有人經常批判我,說我什麼不好 於是他們就覺得有一種壓力 所以神的屬性和恩典激迷我們去遵從 是會幫助我們更加有神的喜樂和力量 輕輕鬆鬆去侍奉的 那麼我就有這個神屬性講道法的一個大綱 其實大家不一定要跟從這個的 不過作為開始去練習是一個好的方法 那麼這個我列出有五點出來 第一點就是人的反面和正面的例子 以及有這個問題的原因 那麼我這個大綱呢,我就用一個例子了 例子是什麼呢? 譬如我現在講到在主裡面起落 中文聖經和合本翻譯做靠主起落 其實原文是在主裡面起落 就是在耶穌的關係之中起落 那麼譬如這個是一個主題 那麼我們就在耶穌裡面有起落 那麼人反面和正面的例子是什麼呢? 就是有些基督徒雖然說應該有起落 但是呢 未必有起落的 就是很多時候呢 自己的煩惱 都不能夠處理到 家裡的煩惱處理不了 個人的問題處理不了,於是很不開心了 那麼然後呢,就是他呢 影響他那個整個生命 譬如說,人呢 很難從神得力呀 沒有什麼起落呀 沒有什麼動力呀 或者甚至呢 會軟弱跌倒呀 那麼這就是人沒有起落的時候 只是覺得壓力的時候呢 會有的後果 那為什麼有些人會不起落呢 那麼原因就是因為很多時候注目在問題啦 不知道原來親近神這麼得力 只是覺得祈禱看聖經是一種責任 有時候人呢會這樣看的 就覺得呢 祈禱看聖經是一種責任 於是呢就會 就會呢 覺得這個責任很重呀 曾經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說我 我本身都不喜歡讀書的 因為現在信領耶穌又要看聖經 他覺得很 很重的擔子呀 就是當他不覺得這件事是祝福的時候 所以有很多人呢 他看不到神的恩典和禮物 看不到呢 神在這過程中祝福他的 於是呢 他就沒有起落了 他對於神的認知 是很負面呀 或者是很壓力呀 那麼那個 就是其中一個原因啦 都有其他原因的 就是我現在只是舉例這個大綱的方式 為甚麼人沒有起落 然後呢 也有些人起落 譬如有時候有些人真的是呢 被受迫伯 譬如保羅 是沒有活出神的計劃的 沒有做到神吩咐的事的 所以他們就覺得做基督徒是難的 那這個是幫助人呢 去了解 實際問題 就是基督徒應該起落 而實際上有很多基督徒都不起落的 好啦 那接著神的屬性 那為甚麼要說神的屬性呢 就是讓人看到 哇神原來是一個起落的神 就是他的本質啦 其實呢 每一點呢 可能我們可以發揮更多 不過這裡我只是介紹這個大綱的方式 神的本性 以及賜給我們的恩典 那這裡呢 這個本性是甚麼呢 神本身就是充滿喜樂的 神是一個喜樂的神來的 天堂是一個喜樂的地方來的 然後呢 恩典就是甚麼呢 神給人喜樂了 神將喜樂賜給人 還有呢 神賞賜喜樂的人 一個人喜樂 靠主喜樂的 聖經說到以耶和華為樂 神又將他心裡所求的賜給他 以耶和華為樂 神就叫他提升他到高處 那這裡就說到 神是會 祝福那些靠主喜樂的人的 然後呢 這個是屬性和恩典 然後呢 第三就是提醒了 基督徒應該做甚麼了 那這個就是 是屬於 屬於 戒名 或者是 律法 或者是吩咐了 就是我們 應該靠主喜樂的 我們就算在困難中 也應該靠主喜樂的 而我們親近神 喜樂的來源是甚麼呢 親近神 神的同在會 幫到我們得到喜樂的 然後呢 警告了喔 那為什麼要有警告呢 這也是律法 律法有兩個大的部分 一個部分呢就是 吩咐我們做甚麼 第二個部分呢就是 警告我們如果不做的時候的後果了 一個人沒有起落的時候呢 他做基督徒也做得辛苦 還有呢 他會 啊 也都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他不懂得感恩 他很多時候看到一些不好的東西 於是呢就會 啊 對神呢 很負面了 會埋怨神喔 也有很多人呢 埋怨神啦 那麼警告了 就是說呢 譬如說 在 哥林多前書裡說到 他說你們不要發怨言 好像以色列人一樣 那麼就有很多呢 就被殺死了 在抗疫那裡 那麼然後呢 就是這個警告 那麼 其實基督徒的主要動力應該來自恩典的 神的屬性和恩典的 不過我們都應該有警告 就是讓人知道 那個重點呢就不是說我們的訊息呢 警告是最重要的 就是不要 將那個 重點呢放在警告那裡 警告呢可以說是一個小的部分 那麼我用一個比喻呢就好像甚麼呢 比例呢應該說 比例呢就是我們應該恩典推動為主啊 就是 百分之九十幾都是恩典推動 那麼然後呢有 幾個percent 或者一個percent 百分之一 百分之幾 是提醒自己當我犯罪的時候有這個後果 那就是譬如譬如在家庭婚姻也是的 主要的動力應該說 啊我很願意愛我的家人 因為呢我當我愛家人的時候 他們又開心 他們又得福 我自己又得福 又享受家庭生活 啊就和呢我家人都跟我一起很開心的 那就是我們 他們彼此相愛呢 是他們對我很好 那這個恩典推動 又不是說哎呀我結婚又要照顧子女又要煮飯又要賺錢又要清潔 那這樣就責任推動了 或者有些呢是警告了你不做我就離婚了 那就是有個人如果他經常覺得要做家務因為他如果不做就要離婚 那這個就是一個是壓力的推動了就是警告的推動 好了然後很重要是說如何了 譬如說到喜樂的時候我們會說如何了 如何喜樂呢 那因為我現在不是說喜樂的訊息 我只是說到呢 解釋這個大綱這個方式 那如果說到如何喜樂呢 我們就會是說到 譬如數算神的恩典 把那些 應該一無掛淚 只要凡事就討告祈求和感謝你們所有的告訴神 就是說呢 把那些煩惱的放下了 神一定有方法的 在我們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我們開一條出路 那我們就深信神會幫我們 我們又親近神得力 還有呢 欣賞一下自己了 我有為神做些什麼 神就歡喜了 我給了一杯涼水神都歡喜 所以我可以歡喜快樂 這樣去 侍奉神 去親近神 神一定會歡喜我親近祂的 那這就是 如何 就是說出一些具體的方法 然後挑戰就是說呢 是鼓勵人了 提醒人了 我們呢 可不可以今天開始喜樂呢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今天開始放下煩惱 不要吃垃圾了 然後呢 怎樣 就是一起帶他們去討告 OK 那這個就是說我講出這個大綱的方式 首先 不是一定要照足這樣跟這樣說的 也都 有時候的次序未必跟回這個次序的 不過 這些內容都有它的原因去帶出這個主題的 人的反面正面例子是被人看得到 人是需要在這方面改變 然後神的屬性和恩典就是鼓勵我們 我們呢 向前去的動力 就是因為神的本質是這樣的 這麼美好的 還有很多恩典給我們的 提醒和警告呢 就告訴我們聽我們應該做什麼 以及警告我們如果我們不做的時候有什麼後果的 那麼又如何就說出實際 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怎樣活出神的喜樂 那麼這一種大綱方式呢 其實呢 如果你做慣是可以很快預備信息 不過接著就用多點時間去想一下 怎樣說得更加好 就是說基本是不難的 說基本可以很快就已經預備到了 但是怎樣說得更加有打動人的心啊 人聽到會心裡面受感動啊 有動力啊 那麼這個就需要去用多點時間去想的 但是那個主要大綱呢 就並不是很難的 因為就是跟著這樣去做 那麼跟著我們就會用一個主題 就是說到重生了 就是約翰杯音第四章 我們現在說到耶穌論重生 那這裡說到耶穌就說呢 我實實實在在告訴你 跟尼哥底姆說的 他說呢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啊 就是說到人要重生才能夠見神的國啊 那我現在首先是釋經先的 那麼這裡我講到大綱那裡 我沒有講到釋經 那麼其實呢 就是這個是必然的 不過就是在這個大綱裡面呢 我們都會在不同部分會釋經的 那麼如果是 就是有很多情況都可以開始釋經 然後才進入那些先所說的大綱 就是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進神的國 那麼就然後呢 然後呢就來哥底姆說 就不明白啊 那麼人已經老了怎麼可以再生一次呢 那麼耶穌就說了 人如果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 就不能進神的國 就說到呢 是從水和聖靈重生的 才能夠進入神的國 那麼跟著呢 耶穌就解釋了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從靈生的就是靈 這裡就解釋到耶穌呢 就是解釋到這個 同生的意思了 就是從靈而生的 從聖靈而生 被聖靈更生 改變 那麼所以呢就說到不是一個 肉體再生一次 而是呢 是靈裡面被聖靈更生 就是說這個人 人我們本身呢 是死在罪惡過凡之中的 在耶穌所書第二章 第一節那裡說到 我們是死在罪惡過凡之中 那麼神就叫我們活過來 那麼這個活過來就是重生了 就是給我們一個新的生命 那麼我稍後再詳細解釋一下 那麼由呢跟著第八節呢就說到風除著意思吹 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那裡來往那裡去 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 那麼這裡說到呢就是說呢 聖靈的工作呢 就有些像風 這個只是比喻來的而已 就是你不知道他在哪裡來 去哪裡 為什麼會聖靈會將他重生呢 這件事是我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 就是一個很神奇的事發生了 就是呢 當一個人真心悔改信主的時候呢 神就將他重生 就是再生出來的靈就復活了 那麼 在這個時候呢我就會去解釋一下 重生是什麼意思 重生呢 因為我們人是死在罪惡過凡之中 我們人的靈呢 和神呢 已經斷絕了關係 我們呢就沒有這個熟靈的生命 我們有魂的生命 就是魂呢就有思想意志感情啦 人是 每個人都有思想意志感情的 不過同人 同神相交的那部分就是靈呢 是死了的 那而 當我們悔改信主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重生了 就是有一個新的開始了 就是一個新的生命 神的生命 進入我們裡面 我們的靈就復活過來了 那麼復活過來了呢 這個就是重生的過程 那麼重生呢 有些人就 他將重生和得救分開 其實呢 根據聖經並不是這樣的 就是 因為一個人真信耶穌 真心悔改信耶穌 他已經是一個真信耶穌的人 已經是神的兒女了 凡接待他就信他命的人 他就賜給他拳兵作神的兒女 他已經是神的兒女了 他已經是 得救的人 他已經有神的生命在他裡面 反而被聖靈感動的 神的兒女都是被聖靈感動的 就是有聖靈內住在裡面的 所以其實信主 真心悔改信主 和重生呢 是同時發生的 並不是分開兩樣東西的 有人有這樣的錯誤教導 我曾經聽過這樣的 他說呢 當人呢 信主的時候呢 那他呢 就是 他就得救 不過呢 他的生命還沒更新 那到他戒了他的罪了 他聽神話了 那他就重生了 甚至有些人這樣說呢 他們 因為有些信徒真的很軟弱 他們信耶穌還打麻將 然後他說呢 他重生的時候呢 他就覺得打麻將不好了 那他就不打麻將了 不過他初頭信耶穌之後呢 都很長時間打麻將 那麼他呢 就好像將 即是說得救 你信耶穌 你怎樣信法都好 你都是得救的 那麼這個不合乎聖經的 聖經講到 信主的人 得救的人呢 就是他的生命已經被神改變了 所以得救和重生並不是分開兩樣東西 而是一樣的同時發生的 並不是說等到那個人呢 他肯改變了 他才是重生的 因為他一信主 他立刻會 立刻有新的生命 那麼有些人說 他信耶穌 他是有改變 不過很多改變都沒有 還有沒有 即是他還是 譬如可能他真的還是打麻將 他還是會罵人 但是重生的人有什麼表現呢 到底他跟未信的時候有什麼表現呢 就是他開始有聖靈的內主 他會 知罪 他會覺得不對 可能他未懂得怎樣處理罪 因為有很多人不懂得怎樣處理罪的 那麼我也有說到 處理罪就是說 首先知道罪的破壞性 然後呢 知道我繼續犯罪是會有破壞性的 我就 祈禱得力 然後呢我就選擇 順復了 我就選擇順復神 我就選擇 聽神的說話 就不是 跟從自己 就是當有罪的意念的時候 立刻 就說 這件事對我有更大的破壞性的 譬如我 有煩惱啊 有生氣人啊 是有很大的破壞性的 所以我就選擇為了我自己的益處 為了我自己得到神的祝福 我就選擇 聽神的話 我就選擇呢 離開罪 一旦有罪的意念 我即時放手 或者人有淫念的時候 當他發現這件事 知道是有不好的 這件事是有破壞性的 他深信這件破壞性 他就即時去 祈禱求神給他動力 求主赦免 和給他動力 去離開罪了 就即時就不要去 看那個異性了 不要再去想那個異性了 就即時去處理 那這個呢 其實是可以學到的 就是學到 但首先他是有一個動力 就是重生的動力 重生的動力是什麼呢 就是聖靈將他重生了 他就開始會有 動力想去離開罪 他犯罪覺得很不舒服 這個就是一個得救的人 他會有的表現 他會覺得很不舒服 他會覺得 真的 心裡面是很不平安 聖靈在吹逼他 叫他悔改 那他 這個是重生了 他會有這個知罪的心 和有信靠耶穌的心 那他會嘗試改變 但有些基督徒是 真的在 起初的時候改變不多 那他是因為軟弱 和他不懂得如何處理 那他可以做呢 就是第一學習 就是如何處理 又真的說 如果我想我的生命是 得到神的祝福 神喜悅的 神就一生祝福我了 那我就 刻意處理罪了 一留意到罪 我立刻處理 我立刻就 去親近神 從神得利 我深信如果我繼續犯罪 對我自己是罪不好的 於是我就靠耶穌去得勝 那一靠著耶穌得勝 我又起落了 我又感謝神 我又改變了 多謝天父 神又喜悅了 那一個人就要起落 加憎他的力量 去得勝過罪 不是每個人都學到這個方法的 即是如何留意罪 以及立刻處理 所以有些基督徒很隨意 但是他重生了 他重生了 他知道罪 他想改 不過總是沒有力改 以及不懂得如何改 那可能有時候 譬如說十樣罪 他可能改到一樣 其他很多都依然是差不多 沒有什麼改變 他也是重生了 不過他的生命就軟弱 那有些人就 即是說信了主 就看到神這麼大的恩典 就有很大的動力去改變 那他這個 就是他又是重生了 那他是有動力 他懂得如何處理 那就是分別在那裏 但是重生的人 你怎知道他重生呢 就是他犯罪會覺得 內疚 聖靈會提起他的 他覺得裡面有個聲音提起他的 他會覺得他自己做錯了 他想耶穌射滅他 以及想靠耶穌去得勝 這就是一個得救的人 重生得救的人的表現 他就會覺得 犯罪是覺得不好的 我想改過的 這就證明他已經重生得救 所以有兩個問題 問一個基本的問題 就是說 你犯罪有沒有覺得不舒服 第二就是你想不想耶穌射滅你的罪 你會不會想說耶穌射滅我的罪 並且想離開罪 如果他有這些動力的時候 有這個提醒 是他自動有的 自動的心裡面會有一種意念 去提醒他的 這個跟普通人的良心有什麼分別呢 人人都有良心的 就算一個 信耶穌的人都有良心 因為在羅馬書有說到 神將他的律法黑在人的心中 所以人犯罪是會覺得不舒服的 但是人的良心和聖靈的感動是不同的 人的良心是可以遮蓋的 當人特意用方法遮蓋那些恐怖分子 他們殺人 他告訴自己 我現在殺人是在造福人群的 因為這些人是不好的 所以我要殺他們 他給自己的藉口 我現在在做一件對的事 他就可以埋沒良心的 譬如有些人考試出貓 他說我考試出貓 我可以讀書讀得好 我將來可以畢業 我將來就可以賺錢 做福社會 所以我也是對的 給自己的藉口 或者有人罵人 因為他說他壞 所以我就罵他 他就給自己的藉口 他的良心就會被遮蓋的 但是聖靈的感動呢 當一個人仍然跟神有關係 他是不走的 他一直在 我形容是很偽悶的 當人繼續犯罪的時候 是很偽悶的 就是很不舒服 但是那件事會吹逼他的 這個聖靈的感動也是因人而異的 有些人越親近神 那個聖靈感動是很強的 他就會越聽話就越強 越提醒他不要犯罪 如果那些軟弱的 他就會給自己很多藉口 他就會有時遮蓋了 消滅了聖靈的感動 好,我們剛剛所說的 是解釋到這個 重生是什麼 另外一點 先說到 從水和聖靈生 這個水 其實呢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如果按照 聖經當時來說 他們的情況 這個水應該說到 洗禮的 就是洗禮 那你如果說 剛才 Michelle說到 有些聖經書就說 是 洋水 這件事呢 好像聖經都沒有說這件事的 所以這個比較牽強 也有人說到 在《以弗所書》說到 是用水直著道 使教會潔淨 但是這個是用 水直著道 直著道 用水 直著 神的話語 那麼 他就說 水就是神的話語 這個其實在 那個字句上是不對的 用水 一樣東西 直著道 是另一樣東西來的 所以呢 這個水 就不是 道 有些人就會解釋就是 他就是從神的話語 和聖靈重生 那麼 這個水呢 是應該指導 洗禮的 也其實在 這裏意思是 應該指導 洗禮所 代表的救恩 就是從神的救恩 和聖靈重生的 就不能夠進神的國 就是說我們有重生的時候 就能夠被洗禮 說到就是信靠耶穌的救恩 還有呢 有聖靈重生的時候 這個人就被聖靈再生出來 就能夠進入神的國了 那麼好了 那麼 去回看一張章 好了 那麼我用這個講道法來講到 這個 幾點呢 就 不如去回第一張章 對不起 去回第一張章 因為我想大家都應該記得那個經文 第一張章的大綱 那大綱呢 就是 人反面例子了 就是說呢 有些人在教堂已經信耶穌一段時間了 但是他的生命呢 好像沒有改變 或者甚至有些是沒有改變 真的有些人在教堂 是沒有改變到的 那你怎麼知道他沒有改變呢 那有時候我們人不能夠絕對肯定去判斷另一個人是不是有重生 不過他自己 他自己會留意到的 就是譬如他犯罪一點都沒有感覺 他的心裡面呢 又沒有信靠耶穌的心 又覺得有耶穌是可有可無 或者他覺得呢 翻教堂之一種的活動 那麼這些顯示呢 就是他根本是沒有重生的 那麼 我們人不是去判斷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有些人呢 他很明顯 那個重生的程度是很弱的 或者甚至是 真是很疑問他是不是重生的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這件事 但是我們不能夠說你一定不去到天堂 那這件事就 等神去判斷 我們就不去判斷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他是真是 那個重生的力量是很弱的 那麼我們可以用這件事來講 就是說 我們 在座基督徒 我們聽到 在家 在平日生活有犯罪的時候 心裡面會不會覺得內疚 有沒有 聖靈的提醒呢 有沒有說 我得到耶穌救恩很重要 所以我一定要處理生命 處理罪 如果不是 我們可以沒有救恩是很恐怖的 我一定要拔著耶穌 那麼我們有這個 悔改 和信靠耶穌的心 就證明我們有重生了 但是真的有些人在教堂呢 那有時候怎麼看到他 沒有重生呢 譬如有時候他們對於上教會 對於祈禱 看聖經 是完全沒有興趣的 完全沒有動力 也都說 去不去天堂 這些沒有所謂 那這些是 顯示他沒有重生 或者他犯了很嚴重的罪 甚至是偷錢 都好像沒有什麼感覺 那時候有這個危機 而我們來說 對於很多信徒來說 可能真的有重生 不過重生的力量很少 我們都反思了 我們的生命 是不是有神 重生的力量呢 有沒有這個重生的果子呢 我們就在神面前去 反思了 好了 那神的屬性和恩典 在這個經文裡面 是沒有清楚說出來的 有時候沒有清楚說出來 但是 牧師 我想問 我現在應該針對你剛才所說的問題 還是你先說完才我才問 好啊 我先說完才 好啊 好啊 好 好 那就是 神的屬性 有時候經文沒有清楚說 但是我們就去想 神會重生人代表祂有什麼屬性 神會重生人,祂有什麼屬性 那屬性是什麼呢 同生就是有一種屬靈生命 就是神就是有這種屬靈生命 所以祂的本性 就是祂有生命,祂是生命的來源 所有物體的生命 和屬靈的生命都是來自神的 神是有這種無限的生命 也祂能夠有能力 有能力都是祂的 祂的本性 祂的屬性 神有能力將這種生命賜給人 可以將人重生 所以有些人 祂本身是一個犯罪的人 祂是 可能殺過人的 可能經常犯法的 被人通緝的 但是神有能力將他更生 這個就是神的屬性 恩典是什麼呢 就是祂賜給人 祂賜給人什麼呢 祂會將人 拯救 恩典和屬性有時候很接近的 但是重點就是 祂本質 神的本質就是屬性 為什麼我們 應該說神的屬性不是說恩典 因為恩典通常我們比較 跟我們接近多一點的 因為恩典就是神怎麼幫我們 為什麼說屬性呢 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說一個媽媽 她媽媽很疼她的子女 為她的子女做很多事 那麼她的子女可能會說 我媽媽為我做很多事 好好的媽媽 這個是普通人會 彈上媽媽的地方的 但是 如果她能夠看到 我媽媽真是有一種很特別的質素 她真是會體恤我 她會看到我的需要 她會想到我的需要 她有這種本性 是很美麗的 是很 很關心我 她會忘記自己 她會關心我的事 就看到媽媽那種本性 那種愛 她本身的愛的質素 就會更加欣賞她媽媽 所以同時我們對於神都一樣 不只是說 耶穌會為我們預備天堂 這就是我們得到的益處 是神的本性 她多麼關心我們 她是有生命 在她裡頭 她很想將這個生命 賜給我們 這就是她的屬性 而她就賜這個 恩典 她恩典是什麼 就是在我們身上做的供 做的禮物 她就會 當人聽到神的道 聖靈就會在她心裡做供 她就會將這個人重生 就會在她裡面 做一些很神奇的工作 賜給她一個新的生命 正如經文就先所說的 就是風吹有意思吹 你不知道去哪裡 去哪裡 就忽然間這個人 在聽到的時候 有很多人就以為 他信主以後才是聖靈感動 其實 很多人都會說 在報道會的時候 有些人就說 我聽到詩歌了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哭了 第一個反應 第二個反應 我聽到道的時候 我聽一下 我心就越來越感動 心裡面就很想 很想去 譬如說 牧師說 誰願意信主 就舉手 他很想很想去舉手 其實他已經改變了 所以聖經說在伊佛所書 二章第一節那裡說到 當我們死在 罪惡過分的時候 神就叫我們活過來 是神 叫我們活過來 所以我不喜歡用 缺字這個字眼 因為缺字就好像 他缺字 他就改變 其實神改變了他 然後他 我會形容是 他表達信主 他會 神將他的生命改變了 他就 表達出來 他就說 我願意悔改信主 其實他在心中 已經被吸引了 被神的靈感動他改變 神有這種能力 很多人都說 我聽到道後 心就很感動 很想 很想信耶穌 其實他很想信耶穌 他已經是信耶穌的 即是他已經覺得耶穌是很好 他覺得耶穌是會祝福他 所以他就很想信耶穌 其實他已經是 信了的 即是 很想耶穌的救恩 臨到他身上 其實他已經是 信了的 所以神就將他 已經將他重生 神有這個能力 並且就將這種 重生的質素放在他裡面 他就會 裡面就知罪了 有神的屬性 就是神就是 不喜歡罪的 他自己裡面 就會 不喜歡罪 他自己裡面 也會生出 依靠耶穌的心 以及會有 改過的心 這就是神的恩典 在他裡面 所以我們講到 重生的時候 不要只講我們 做什麼 是神做什麼 我們就更加欣賞 神了 神你真是好 我本來一個 這麼大的罪人 經常都想起罪的事 你就將我改變 你就將我重生過來 賜給我 新的生命 這個新的生命 真是好 是從神而來的 我們就會欣賞神 很多人說 重生的道 就只是講到 我們怎麼做 做什麼 這就只是 人做什麼 就只是屬於 律法的範圍 就是需要做什麼 而不是講到 神多麼美好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 說神的美好 因為我 我真是經歷了 神很大的恩典 神很大的愛 在我身上 我就開始 對神的感激 是加強了 很多很多倍 然後呢 我就越來越 經歷到 神的祝福 以及在聖經看到神的美善 神就教我這個 看到神的美善 我就越來越發覺 哇 神原來做了這麼多好事 而很多時候 人是很少說的 我聽過重生的道 我聽過 但是他沒有什麼說 哇 神真是美好 他的屬靈生命真是美好 他來到我身上 就將我改變了 他又 賜給我這個 知序的心 賜給我這個 背改的心 信靠耶穌的心 賜給我一個 熟靈的生命 在裡面呢 我就有這種的 善良的質素 走出來 哇 原來神是這麼善良 神又這麼喜樂的 神又這麼開心的 這麼有動力的 他就將這種生命 放在我裡面 哇 神真是好了 我是 真的沒有聽過人 這樣說法的 當我發掘這個 神的屬性 說到法的時候 我真的發覺 越發掘神的屬性 我就要發覺我們真是蒙福 真是有福 有個這麼好的神 所以我們更加去歡喜神 更加欣賞神 更加以神為樂 神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給我們 以及叫我們成家地的高處 這個就是 神屬性講到法的好處 讓我們看到神的本質的美好 以及祂為我們做的是何等美好的一字 好了 然後提醒了 警告了 就是說 雖然很多人聽到關於我們重生 但是 的確有很多基督徒 就莫不關心了 就是說 哎 將來才算啦 將來才改變啦 我現在 讓我先犯罪 我將來才算啦 就沒有關心到 他是不是重生了 這個就是警告了 這樣的時候 其實這個心態 有時候有些人的心態是什麼呢 將來才算啦 其實這個心態就是說 神是可有可無 我現在不用神住 總之我去天堂之前 我離開世界之前 我就會 我就會悔改的了 我就會離開罪了 現在呢 我暫時呢 就跟著我的 跟著世界先 跟著我的情慾先 這個其實對於神是 很大的抗拒和侮辱 就是他只是利用神 所以當我們有這種情況 我們需要提醒自己 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輕看神 我們也可能沒有機會再去 悔改信靠耶穌的 因為有時候生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完結的 這個就是一個警告啦 好了 怎樣 怎樣 活出神的屬性 就是怎樣有重生呢 我們 就是 聖經講的很簡單 就是 我真心悔改 信靠耶穌做救主 就是這個救恩 救恩和聖靈 我就悔改 神啊 我真的得罪你了 神你這麼聖結 這麼美好 這個通常應該就是報道會說的訊息 或者大人信耶穌的時候說的訊息 讓他知道神多美好 而我們的罪是很恐怖的 把我們和神隔開的 我們就真心悔改的神啊 我知罪了 我需要你拯救我 我需要你 將救恩賜給我 我就成為你的兒女 就有神祝福一生除了我 並且有永生 我很感激神有這個禮物 我當我們看到幾樣東西的 真心悔改就是看到罪的可怕性 看到罪的嚴重性 看到 神的救恩的美善 於是我們就說 神啊 我不想在罪中 我不想被罪控制 不想失去救恩 我想得到耶穌的救恩 並且有耶穌祝福我整個生命 那就是當人看到自己的罪 看到神的美善 神救恩的美好 於是我們就信靠耶穌做救主 當我們信靠耶穌做救主的時候 聖靈就會將我們重生 就是任何人 當我們真心悔改信靠耶穌 就能夠重生 重生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 每日被主更生 就是這個重生的生命 如何延續 延續就是 就是繼續悔改 信靠耶穌做救主 以及繼續親近神 讓神的話語改變我們 我也有 從聖經找出有六類的果子 這六類的果子 我們希望大家不要用 好像一種壓力 責任感 來去遵從 而是說 我遵從的時候 神是很歡喜的 所以我就去遵從 出這些果子 那六類的果子是什麼呢 就是我會 跟救恩有關的 就是繼續悔改 繼續信靠耶穌做救主 跟著跟關係有關 我繼續親近神 以及繼續愛神 跟著就是跟行為有關的 我會繼續遵從神 以及事奉神 榮耀神 就是做神所吩咐的事 任何 就是告訴別人 神多美好 去幫助別人 去信靠耶穌 去祝福別人 希望幫助別人 帶他去信耶穌 或者祝福基督徒 這些都是侍奉的 那這些呢 當我們繼續依靠耶穌 親近耶穌 繼續活出果子 都會堅固我們的 這個重生生命 叫我們 每天 被神更生 其實呢 那個更生一定是從 神的關係而來的 是神的話語 神的聖靈 更生我們 而當我們越去遵從神 就越活在神裡面 就是遵從不是帶來祝福的方法 是信靠 信靠耶穌得祝福的方法 但是當人遵從的時候 他會更加有平安起落 會有動力 他侍奉神的時候 會更加平安起落 因為神會祝福他 他就有平安起落 就會給他動力 去維持跟神的關係 所以保持跟神的關係 其實就是信靠耶穌 悔改信靠耶穌 親近耶穌 讓神的靈改變我們的生命 有神的話語改變我們的生命 這就是給神做功 在我們生命之中 由我們 撤出果子 這些果子就會堅定我們的信心 以及經歷到神的平安起落 讓我們更大動力去遵從神 好 我們今天就 說這個信息就是 說到這裡 當然挑戰就可以挑戰大家 你願不願意 被聖靈更生 去重生 有這個生命呢 你和神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你有沒有真正的 體重神的救恩 信靠耶穌的救恩呢 如果你沒有的時候 你今天就悔改信主 然後我們就帶他悔改信主 這個就是我 用這個方法講到的 大綱 我不是說一篇道 而是解釋我怎樣用這個大綱的方法 如果我真的講的時候 是會有 不同的 但是 這次我只是解釋用這個大綱的方法 OK 好,這次有問題想問是不是? 是呀 我想問那個重生呢 在很開始的時候 牧師你說信主的時候已經重生了 就是洗禮的時候是不是? 不一定是洗禮的時候的 其實呢 因為這個水 當然是 說到是洗禮 但是其實他的意思就是那個 對這個洗禮的 那個 來源就是救恩 因為有救恩才有洗禮的嘛 是這個救恩 去拯救我們 就是說 當人有這個救恩的時候 洗 有些人沒有洗禮已經是重生了的 嗯 但是呢 他是救恩將他重生 和聖靈將他重生 嗯 嗯 然後後來你就說有些人回了教會 但是他的行為呢 就沒有去到那裡 可能他 只是回教會想 想見一下朋友 但是 完全沒有悔改過他的罪 那你就說這些呢 就沒有 重生或者重生的力很弱 那我這裡是 就是 這兩個點是有點不明白的 就是 第一個點就是信主已經重生 而後來 有些人是洗了禮 去了教堂 教會了 但是那個行為沒有改變 就 這個 可能是沒有重生或者重生很弱 那我怎樣解釋 重生呢 重生就是 就是有神的生命 那 信了耶穌 真心悔改信了耶穌就已經有這個重生的生命了 就已經是重生的了 那麼 重生之後我們會繼續每天更生 被神去更生改變 因為這個更生是很容易被罪所 影響的 以及遮蓋的 我們有這個屬靈生命 但是一個人他繼續犯罪的時候呢 他心裡就肝硬了 所以 在希伯來書有一句說話呢 總要趁著環有今天天天彼此雙圈 叫你不要被罪迷惑 心裡就肝硬了 就是被罪迷惑呢 心裡就會肝硬了 所以呢 我們是 知道 重生的生命呢 是 某程度是很強 某程度是很脆弱的 那為什麼強呢 就是神的靈的能力是很強的 他可以改變我們 但是也很脆弱就是他可以被罪破壞 以及人的肝硬的心是可以破壞 所以是需要保持的 就是聖經是多次都警告我們的 譬如 天父我主下主下的人不能都進天國 為了遵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夠進去 即是他沒有遵從的時候 他這個熟練生命就有問題 不常在主裡面的 就像知智雕在外面 夫君人拾起來 瘋在火裡燒了 他不在耶穌裡面 那麼他的熟練生命 越來越弱 是會 越來越弱 然後呢 就會死的 我沒有回答到這件事 其實我本身是明白的 但是我現在如果要解釋出去 我可不可以這樣解釋呢 就是說 重生就是 真心悔改信耶穌就是重生 或者真心悔改就是重生 因為有些人是 未使禮的 但是他信耶穌,信靠耶穌 哦,信靠耶穌,OK 真心悔改信靠耶穌就是重生 無論他使用 還有我們說信靠耶穌的救恩 信靠耶穌赦免我們的罪 救我們的靈 因為有些人是信耶穌醫治的 信耶穌醫治未必得救 信靠耶穌的救恩 為什麼信靠耶穌的醫治未必得救 他是不是只是信了神 但是 未必信耶穌 犧牲而拯救他們 是啊,沒錯 我們是 信耶穌是信耶穌是赦免我們的罪 聖經有句話說到的 魔鬼也信 只是信得很懼怕 魔鬼也信有神的 所以不只是信有神就得救 是信神的救恩 因此我們跟祂有關係 如果有人就問 就像剛才的個案 就是他 使了禮,但他的行為就沒有改變 其實他因為心肝硬 不遵從主 那麼 其實這些人是不是叫做 我們應該 是不是說他沒有重生 還是只能說他重生了 但是他 不知道怎樣對付罪 我記得你剛才好像類似說過 但我想清晰一點 OK 有兩種情況都有的 一種情況就是他 信的時候是蒙茶茶 就是好像 形容 好像隻鷹沒有跟著別人說 我悔改信主 就是 用這個方法形容他 他只是跟我們模仿 我們說悔改信主的祈禱而已 他並不是真心悔改的 他沒有真心信靠耶穌的 他就不是重生 第二種情況就是 那個人是真的重生 不過他後來失去救恩 因為也有人 相信一致得救 永遠得救 但是其實聖經有多處經文 是有講到 尤其在希伯羅斯第六章 很清楚講到 有人 已經是償過天恩的滋味 由於聖靈有份 的人 其實已經是得救的 各誤來勢權能的人 這些人是已經得救的 但是他不能叫他重生懊悔 因為他離開神 就是說人是可以離開神的 聖經也有多處 講到人是可以離開神的 所以有些就是他初初得救 後來失去救恩 有些就是他從來都沒有得救過 你 是不是已經回答你 還是你還在想 你說有人重生 但是會失去救恩 就是說他是進不了神的國了 是啊 是啊 但是約翰福音 其實我是明白的 但是我不懂得怎樣解釋清楚 譬如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見神的國 但是你剛才說 有人重生 但是失去救恩 那就進不了神的國 這樣 這個是一個 廣告的這個教義 就是將它再伸展 基本上這個經文所說的就是 人如果不重生 就不能變成神的國 他不重生的話 他不能夠看到神的國 也當然不能夠入到神的國 那麼他是不得救的 這是基本上所說的 但是跟著有講到 重生就 聖靈的工作就好像 風 除了意思吹 因為我們不知道去哪裏來哪裏去 那麼聖靈重生就會將我們這樣重生 還有也有講到 從靈生的就是靈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那就是靈將我們再生出來 這個就是 在這個經文所講到 重生就是 聖靈將我們重生 好了 至於講到其實以後的成長 我是選用了其他的經文的 講到 寶來書上有講到 每天被神去更生 也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在耶穌裏面 譬如耶穌講的說話 尚在我裏面 我就尚在他裏面 這個人就多結果子 這個就是延續我們的重生了 尚在耶穌裏面 耶穌在我裏面 這個人就多結果子了 所以我們就告訴別人 你真心悔改信耶穌 你會重生 你真心悔改信主 已經是重生的 但是另一方面 我們知道自己重生 就是有那些跡象 跡象 重生的跡象 就是他會 犯罪覺得不舒服的 另外呢 就是他會 想 信靠耶穌做救主 以及想改的 這個就是重生的 跡象 重生的方法 就是悔改信靠耶穌做救主 重生的跡象 就是他會 知罪 聖靈感動他之罪 以及會信靠耶穌 所以我們告訴別人 你有沒有真心悔改信靠耶穌做救主 他說我有 我們可以再問他 你犯罪有沒有覺得不舒服 聖靈有沒有提醒你 他說有 你有沒有想耶穌赦臉你 救你 幫你改過 他說有 我告訴他 你已經有重生的 經歷和跡象了 你覺得這個動力強不強呢 這個就是看他的術靈生命了 有些人就會覺得 我 將來才算了 我現在暫時犯罪先了 我犯罪也不要緊的 一方面就是他對於神的懷疑認識不多 他沒有認識到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沒有看到 順著情慾殺種 必從情慾收敗壞 所以他沒有看到這一點 於是他就會輕看 神的救恩 或者他本身雖然聽了 但是他沒有入心 沒有入心裝在 於是他覺得犯罪不要緊的 他就覺得有些人有個錯誤的觀念 總之我悔改求主赦臉就行了 我犯了大罪 我又求主赦臉 我明天又犯大罪 我又求主赦臉 他以為這樣 但其實這樣 是輕看神的 在希伯來書第十章也說到 故意犯罪 都是可以不得救的 就是可以失去救恩的 這個是警告 當然我們 會說真的很多人都試過故意犯罪 但是我們真心悔改呢 神是真是射臉 但是不要說 我繼續明天又故意犯罪 故意犯罪 這樣的時候是可以 令到我們失去了救恩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OK 大家都可以練習的 如果你有心練習 去講信息 你可以用錄音的方法 試一下把這篇道 你可以用大光的方法講出來 但也可以整一篇 順暢地說出來 OK 我也可以在下一堂的時候 我順暢地說出來 給大家聽一聽 就是說如果我講這篇道 我怎麼講法 OK 我們一起祈禱結束這個時間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神啊你真好 神你是生命的來源 你是滿有恩典慈愛的 所以你進入我們的生命裏面 改變我們 更新我們 重生我們 叫我們有一個新的生命 是神兒女的身份 是非常之寶貴 非常之重要的 我們有永恆的祝福 永恆的生命 在你的裡面 多謝天父 主啊我們 求你幫我們珍惜我們的重生 珍惜我們是神的兒女 神已經將我們改變 一個很大的禮物 是一個 真是我們 錢都買不到的 是超越一切的 超越所有我們世上擁有的一切 神的重生生命 是非常美好的 求主幫我們珍惜這個生命 我們就保守這個生命 親印神 被神改變 遵從神 走出神的路 神就將我們改變了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榮耀重贊歸比天父 神你真美善 神你真美好 我們願意跟從你 讓你每天更新改變 多謝主讚美主 不敵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